嗨 各位教授 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我要來工商我們的程式語言 小學三年級我們會先從不插電的繪本開始 到小學四年級我們會教Scratch Junior 小學五六年級我們會教Scratch 那再者我們的作業也都是有精心挑選 像最近接近母親節 那母親節我們就希望她做電子賀卡 那做電子賀卡目的是因為我們希望小朋友 在小的時候有良好的品德教育 她會感恩 要懂得孝順 要有愛心 所以這是我們小學的一個重點 那到國高中的時候我們就會往專業邁進 我們就會教Python 那Python就會著重在數學跟程式語言的融會貫通 如果你要融會貫通 想要融會貫通 一定要數學夠好的老師來教 她做這個的統計其實很難去區分出她有沒有作假 我們在統計的時候通常要有一定的母數或是一定的時間 這個母數是已經夠了可是時間可能還不夠長 如果我估這種傳染病的話在短期間內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比較像指數函數 所以我們在出作業的時候啊 我們都會出跟數學有高度相關的 像我們Python的作業 你數學一定要夠懂才有辦法達出這些題目 你的程式語言要夠OK 你才可以把你的數學展現出來 啊如果你真的都非常OK的話 我們會推薦你去考APCS 也就是大學程式入門先修檢定 如果你考得夠好的話 你申請大學 這是對你是一項利器 歡迎有興趣的家長、學生 可以到我們影片下方說明處 有我們的報名表單 這裡有QR Code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喔 想要融會貫通 就需要數學非常好的老師來教 咦咦咦咦咦咦咦 老師你的頭髮 要喔 要 我們先修檢定 如果你考得好的話 他對你升大學 是一項非常大的利器 OK 我覺得再一次 再一次 因為有點過於嚴肅 太嚴肅 來 看看 對啊 要習慣不要講到嚴肅 對 呵呵 好好好 OK 好